好,大家好 上一期我主要谈了一下 更年期综合症的起因 就是和荷尔蒙的减少有关 以及它的一些症状 比如说潮热这种东西 那么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可以重复回去 温习一下我上次说的东西 今天我最主要谈谈治疗 更年期综合症的这个病 并不是一个需要手术 或者需要化疗 或者需要放疗的 基本上是一个比较简单的 一种药物治疗的一种方法 相对来说也就是我的专业 所以我今天和大家简短的 和大家回顾一下 或者总结一下 到底有哪几种方法 可以治疗更年期综合症 更年期综合症最最常用的 也是历史最久的一种治疗方法 我们叫磁性荷尔蒙的替代疗法 或者叫急速的替代疗法 英文叫Hormone Replacement Therapy HRT 这个疗法在过去是非常流行的 在人类找到了这个刺性荷尔蒙 就是Astrogen的情况之下之后 人工也开始可以合成了 这个变成了一种主流的治疗 更年期综合症的一种方法 从病理来说 更年期综合症就使用于 妇女次性激素的减低 所以说才出现了这种症状 所以说这种疗法应该在 病理上说应该是非常有效的 确实在当时情况之下 使用下来的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我记得在1996年的时候 9596年的时候 在美国十大流行药物里面 这个磁性激素就是Primarine 是榜上有名的 也就是说当时的使用范围是非常广的 然后在2002年的时候 世界妇女组织做了一项大规模的实验 测试一下这个HRT到底是多么有效 或者说有什么问题 然后他们在里面就发现了一些缺点 什么缺点 就是他们发现了血栓的比例增加了 荷尔蒙有关的癌症 乳腺癌子宫内膜癌增加了 对一些有心脏病的病人的心脏病发病率也增加了 所以当时情况下 整个医学界来个紧急刹车 这个药物一下子停止使用 大家都不敢使用了 然后在后面的几年之中 在医学界又反复的研究了这个报告 也就是把这个报告 因为这个报告里面用的人是非常非常多 然后把他们剖开 就是分成一个个小组 在小组里面再去分析 分析下来他们发现 并不是说荷尔蒙替代疗法 确实有什么大的问题 确实这些缺点确实存在 然而呢 如果说把那个荷尔蒙治疗方法改变一下的话 这个副作用就会降低很多 哪些改变呢 第一个改变呢 就是使用的时间上面 就是年轻人 如果说你那个 跟年轻综合症出现的症状比较早 就是40岁以前 44岁左右 这些人用药是安全的 第二呢 就是用药的方法 过去的全部都是口服的 药片 后来呢 他们发现通过 涂在那个表皮上啊 就是用那个 贴的胶布啊 或者说用的药膏啊 副作用相对来说就小了很多 有些时候呢 还可以做一个局部的 有些病人的最主要的症状 就是说阴道干操啊 阴道不舒服啊 它如果在涂在 直接涂在阴道里面 副作用也会小了很多 这是药物的用法 另外呢 这个药物的使用时间 过去呢 觉得这个 磁性技术啊 替代法非常好 所以病人用的时间比较长 一般呢 有些时候超过十年只有 现在呢 就把这个时间缩短了 变成了就大概四五年时间 就等到那个 更年期 这个阶段过了之后 就停药啊 所以说呢 通过各种各样不同的方法 或者说各种各样不同的 准备工作吧 这个呢 现在呢 慢慢的呢 磁性荷尔蒙替代法呢 又开始慢慢慢慢推广了 使用了 当然了 现在这个用药呢 是非常谨慎的 包括口服药 哪怕是口服药 过去的剂量是6.25 现在都开始减低半的 3.125的剂量 剂量减低呢 他们觉得呢 那种副作用啊 或者引起不必要的 complication呢 这种几率啊 就减少了很多 好 但是呢 总的来说 荷尔蒙替代疗法 是我今天所说里面 最最有效的 一种疗法 第二种疗法 第二种疗法呢 其实呢 就是一种生活喜欢的改变 因为更年纪综合症嘛 有很多不适 身体当然有很多很多的 不协调的地方 所以说呢 一般的大家呢 就需要是放松自己的精神 欲加啊 打坐啊 太极啊 这方面 他们都说对身体 有时候调节的 有一种调节作用的 当然了 一些坏西坏 戒烟戒酒啊 这种东西 当然都要戒掉 这比较好 有些人呢 甚至于呢 走一些更加大的改变 比如说用那个 西方的用的一种 叫催眠疗法 Hypnosis 东方呢 有针灸啊 这种东西啊 都是可以的 因为呢 更年纪综合症 最主要是燥热嘛 大家觉得 妇女这个时候 穿的衣服宽松一点 不要太紧身的 也会觉得舒服了很多 另外呢 这两样东西 咖啡和辣的食物呢 会使人 血管疏脏 然后会出汗 本来呢 就有燥热出汗的现象 如果在喝这种东西呢 他们妇女还往往觉得不舒服 所以呢 这些东西呢 都尽量避免 或者说吃的少一点 这个就是生活调节上面 进行点调整 在有些都会轻的 症状的那些人呢 是有帮助的 只能说是有帮助 另外呢 还有一些呢 这些药物呢 就是不是单单用于 更年纪综合症的 是用于其他的 比如说是抗忧郁的 抗癫痫的 抗高血压的 这些药物 而这些药物呢 在个非常低的剂量之下 对灶热啊 就是Halflash 这种东西啊 是有帮助的 但是毕竟这些是 抗忧郁药 抗癫痫药 抗高血压的药物 他们的副作用 也相对来说 是比较严重的 抗忧郁药 本身来说的话 他们影响了脑部的 一些化学 组织的封闭 可能来 诱发一些其他的 不必要的精神医的疾病 所以说呢 这些药物呢 要在使用当中的 剂量是要非常小心的 FDA呢 只批准了一种 抗忧郁药 用于造乐 这种药物呢 叫Bresdale 其实Bresdale呢 也是一个老药来的 其实呢 就是抗忧郁药里面的 那个Paxil Parasitin 可是呢 它的剂量呢 就比那个低了很多 Paxil呢 一般的普通的 抗忧郁的剂量的剂量呢 是12.5毫克 但是呢 Bresdale呢 给FDA批准的时候呢 只是7.5毫克 基本上是一半的剂量 而且呢 这种药物呢 基本上说 用上一个小段时间 等到症状适应了 或者症状减轻了 就停止用药 像抗癫痫药 同样的问题 抗癫痫药 如果真的抗癫痫的话 基本剂量是300毫克 而如果说 用于这个 Halflush 更年期综合症的话 一般是用100毫克 所以说剂量是很低的 这些呢 我不建议 所有的人都去使用 哪些人可以使用的呢 我觉得是 同时有两种症状 举个例子说 有更年期综合症 可是呢 那个病人呢 也有一点忧郁了 不管是由于 更年期综合症的忧郁 还是其他症状有点忧郁 那么可以考虑一下 使用这方面的药物 那么就是一石二鸟 把这个 两边呢 都可以有点改善 这是好方 如果说你没有 忧郁症 电线症 高血压的话 使用这些 我觉得 害处可能高了一点点 我觉得大家需要谨慎的 使用这方面的药物 我相信呢 对于我们华人来说 最关心的就是用这种 自然的疗法 或者说中医的疗法 中药的疗法 或者植物的疗法 有没有 确实在 如果说你去英特内团找 或者说自媒体里面找 他们保证有一大批 这方面的文章 说这个有效 那个有效 我总结了一下 大部分 尽量是有这个六样东西呢 研究的比较多 第一个呢 叫Black Cork 这个呢 是一个南美洲的 是美洲的 一个植物来的 我们中文呢 叫黑生麻 这个东西呢 其实在欧洲呢 1950年的时候呢 是非常流行的 治疗很多妇女性的疾病的 他们说这个有效 另外一种呢 是大豆 因为我觉得国内 大家谈的比较多的是大豆 另外一种呢 是亚麻子 Flexi 这三样东西呢 大家觉得呢 是对灶热啊 这种东西是有帮助的 可是呢 现在呢 做进行的双盲测试 这些数据呢 并不是这么完美 有些报告说是有帮助 有些报告说是没有帮助 另外一种呢 就是说 也是一种荷尔蒙的替代 可是呢 它不是用化学合成的荷尔蒙 它是用的植物荷尔蒙 什么叫植物荷尔蒙呢 就是在某些植物里面呢 它们分解出一些化学物质 这些化学物质呢 和人体的荷尔蒙的分子结构非常相近 他们觉得用这些替代于化学合成的荷尔蒙 会这么互作用比较小一点 从现阶段呢 他们分解出这个三个是比较主流的 这个三个东西来的 可是呢 我看了一个研究报告 这些东西呢 有效吗 从分子结构上说是有效的 但是 里面有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它的 剂量的问题 一般我们的化学合成的荷尔蒙 如果说是100分的话 用100分可以有效的话 这个对比下来的话 浓度对比下来 它只有0.5 也就是说 要吃这个东西要吃200分 才能达到我们普通荷尔蒙 就是化学荷尔蒙的那个效果 我觉得这个不大现实 吃200分 那么有些人说 我的筋状比较轻 那么我吃一点是可不可以 我对于这个植物疗法 自然疗法的 我的看法是 可以用吗 可以 因为 FDA毕竟是说这个药 这些东西都是比较安全的 但是疗效 FDA是不备案的 你不是说这些东西有疗效 FDA说 我没说过这个话 我只是说这些东西没有毒性 我的看法 就是说 如果大家觉得这些东西有效 或者是想尝试一下的话 可以吗 完全可以 我觉得没有多大的害处 最主要的 第一 一定要按照说明书 他的计量吃 不要看一些自媒体 那超过很大量去吃 那么就 我觉得就比较危险了 第二 要买呢 也是买一些比较 新德国的厂家 不要去任何一种那种 推销 有些人是那种自销 这种东西 他没有经过认证 那种东西 就比较危险了 第三 就吃三个月 因为我刚才说了 这些东西 剂量都是比较低的一种剂量 所以说你短时期吃一个星期 两个星期绝对不会有 那些药物 这么明显的效果 那么你吃三个月左右 如果这三个月之后 你发现没有效果 那么就停 如果觉得有效果 那么再继续吃一点 这没多大问题 因为你们要知道 这些虽然都是植物来的 或者天然的物体来的 可是大家提取的时候 还是需要有一些化学手法的 所以说你长期吃的话 会不会对身体里面有一些化学物的积累 我不知道 可是FDA里面说的就是 短期使用是没有多大问题 所以我的比较建议是三个月 大家再评估一下 看看是不是自己继续吃 这个在最主要的 好 今天我就讲到这里 希望对大家有点帮助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在下面继续问我 谢谢大家